2024年6月28日,第十二维度造物主,从各个角度向你们袭来的一切,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服务,我们是造物主,我们是一个由非物质存在组成的第十二维度集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帮助,我们很高兴能与你们所有人一起踏上这段旅程。 我们很高兴感受到自从丹尼尔在这里向我们介绍以来,你们中有多少人向我们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帮助你们并见证你们的成长,我们知道当你们决定踏上这段旅程,实现成长时,那些花时间经历成长经历的人将会经历一段美好的旅程。 我们非常爱你们所有人,我们将继续向你们表达我们的爱和赞美,我们知道透过源头的眼睛来看待你们,我们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帮助,我们也知道你们都注定有自己的旅程和成长经历,我们永远不会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些。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感受通往更高频率领域的道路,因此,我们将自己从第十二维度延伸到你们身上,这样你们就有了可以触及的东西。 当然,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你们的思想安静下来,倾听你们的内心。 当你们调整自己的内心时,你们会立即感到轻松,你们立刻感觉到你们已经回到家了,你们将你们的意识从头脑转移到感觉中心,这让你们感受到你们真正知所事的真相。 这就是你们从经验上知道你们真正知所事的人,透过感受爱,你们就处于内心的中心。 现在,当你们面前有一些你们认为值得你们去爱的人或事物时,做到这一点就变得更容易了。 然而,你们并不总是发现自己站在这样的存在面前,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知道有时你们只需要闭上眼睛并将你们的意识发送到你们的胸部中心和那个让你们活下去的器官的中心是件好事。 寻找你们之外的事物并去爱并没有错,我们建议你们近,可能地参与这种练习,在你们的现实中寻找谁和什么是容易可爱的,你们会训练自己处于爱的频率。 然后当你们不在那个频率时,你们会真正知道它,你们会想要纠正方向,你们会想要将注意力从那些让你们感觉如此糟糕的事情上转移开。 也许,在那一刻,你们也会记得,有爱一直从上而下倾注在你们身上,你们也可以透过放下你们的心理过程,让你们的意识下降,感受到你们真正的爱。 当你们感受到真正的自己时,你们会感到完整和完全,你们知道一切都在你们的内心,你们放松并相信你们正在走上自己的道路。 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更有能力获得你们的直觉,你们的灵性天赋和能力,你们更容易热爱你们所拥有的生活,而不需要任何改变,这就是真正的力量。 这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在寻求的力量,即使你们确实认为可以从外部的事物中获得这种力量。 倾听你们内在的力量,并安息在你们之外的我们身上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你们将不再需要存在于恐惧之中。 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承证,我们保证你们会遵守它,我们是造物主,我们非常爱你们。 2024年6月28日,克里昂,直觉的力量,传导VCarol,译者,扬声传导。 我们不能忽视灵魂的无声低语,欢迎来到直觉的世界,在这里,我们所有人的直觉都可以引导我们踏上自我发现和连结的深刻旅程。 在这个细细攘攘的现代时代,我们不断受到资讯和干扰的轰炸,利用我们的直觉不仅成为一种技能,而且成为应对生活复杂性的生命线。 加入我们,深入探讨直觉,探索它的重要性、力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拥有直觉意味着什么呢?直觉通常被描述为指导我们决策和理解而无需有意识推理的直觉,内在认知或本能推动,这是内心安静的声音,超越我们思想和情感的喧嚣,对我们说话。 拥有直觉意味着利用这种与生俱来的智慧相信自己,并与我们存在的更深层的真理保持一致。 它被描述为灵魂无声的低语,是我们再复杂的存在中导行的内在指南针,正是这种直觉,那种本能的认知,引导我们朝着感觉正确的方向前进。 即使逻辑可能会动摇,在一个充满噪音和干扰的世界里,直觉是我们值得信赖的盟友,在混乱中提供清晰的思路。 当我们拥抱直觉时,我们就会挖掘出超越理性思考范围的洞察力。 这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舞蹈,是智力与直觉的和谐互动,培养这种内在的认知让我们能够优雅而自信地驾驭生活,相信内在的智慧。 为什么直觉如此强大呢?直觉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理清我们混乱的思维,将我们与真实的自我和周遭的世界连接起来。 它就像一个指南针,引导我们走上与灵魂目标产生共鸣的道路,远离那些让我们误入歧途的道路。 直觉为新的视角、见解和可能性打开了大门,以清晰、创造力和深刻的内心平静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直觉如何运作呢? 直觉透过微妙的讯号、感觉和同步性来运作,这些讯号、感觉和同步性用心灵的语言与我们对话。 这是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舞蹈,讯息在我们意识的表面下毫不费力地流动。 透过平息头脑中的噪音并专注于当下,我们为直觉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空间,让它温柔地滴雨引导我们走向最高的善。 当我们一起踏上探索直觉的旅程时,让我们拥抱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的魔力,与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建立更深的联系。 加入我们充满爱心的社区,我们将接开直觉的奥秘,并唤醒等待着我们的无限可能性,让我们一起踏上自我发现、父权和改变的旅程。 我是爱人类的克里昂,我爱着人类,因为你们即将面临的事情和你们将要做的事,就是这样。 磁力服务的克里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